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入油啊 油燈亮光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的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去1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easy啦 www.1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進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1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天地有正氣 集營不留言 下則為何惡 上則為日星 於人 喂喂喂 你幹嘛享受背正氣歌啊 就1clickradio咯 我也知道他們很正氣 但也不用背正氣歌的 不是喔 那節目寫著天地有正氣的 哎呀 此氣不同脾氣啊 你應該讀成 天地有正氣 每個星期四 肥龍出文為你介紹新戲 環觀北美票房 還會在電影大百科環節 討論古今中外一些對人生有影響力的新舊電影 咦 更翌日看電影 就一定要聽清楚 天地有正氣 你先看見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easy 前途萬里 節目主持 陳華紅 各位聽眾 大家好 我是陳華紅 又在這裡和大家主持前途萬里的時間 首先繼續說一下 我們加拿大過去一個星期的股市表現 加拿大股市在過去一個星期來計 表現都算是基本上是理想的 因爲 整個星期 多倫多綜合指數的升幅 由1.2% 逐天先看看 在星期一來說 加拿大股市的表現是最好的 升了194點 主要因爲 金價和銀價都上升 整個礦部股都是做好的 所以挑動了金融類和能源類板塊 都是做好的 所以整體市場都是向上 到了星期二和星期三 表現都是牛皮的 星期二就跌了39點 星期三就升了11點 基本上都是橫行 沒有什麼特別的刺激性的東西 到星期四 因爲這個能源類股份都是偏遠的話 所以多人多次都下降到96點 星期五 因爲美國的就業數據比預期中理想 所以大同整體市場都是上升 多人多指數 當然升在125點 所以整體來說 股市就升了1.4% 那說完阿拉大股市 我們說回美國股市 美國股市在剛過去這個星期 表現就少了一個家入日 因爲星期一他們叫國慶日 假期休市 星期二的市數表現比較差 道瓊斯指數是10500點 主要因爲繼續人們擔心到 會不會英國脫勾的後遺症 會慢慢浮現的時候 對經濟情況不慎樂觀 到星期三 情況就曾經一度 導致再跌了127點 但是後來就掉頭上升 這個因爲有些聯儲局所分的 意識的紀妖 紀錄就顯示到 其實當局也是說 擔心英國脫勾的公投的消息 可能會帶來一個 對美國經濟的負面衝擊 所以就不敢當時加息 結果就是說 英國脫勾的公投 實際上是真的很負面的時候 事人與其說 聯儲局的加息機會相當微 對股市是個好事 所以道指就掉頭回升 到星期四 所以指數其實是個別發展 因爲要等著就業數據公佈 所以道瓶斯指數 還未跌了22點 但是標普密指數 只是跌了1點 達斯打壓指數更加 只是升了17點 到星期五 今個星期的重頭戲 美國上月份的非農業 即為增長數目 是達到287,000個 是比預期中的17萬個 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美股開始就已經上陽 跟著道指繼續急升 全日就升了250點 標普密指數也升了31點 那就升了1.5點 而收市的時候 標普密指數是2129點 距離去年5月 即2015年5月21號創下的 歷史高位2130點 只是相差1點 即是說很可能 那星期一開始就已經衝播了 標普創的紀錄新高水平 全個星期 反而倒指就升了1.1點 標普500指數升了1.3點 纜斯打壓指數就升了1.9點 那今個星期 跟大家討論的題目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是以 溫哥華為基地的網上電台 今個星期來說 有一宗溫哥華的經濟 在金融就是相當重要的消息 很重要的消息公佈就是 溫哥華所在的BC省政府 就公佈了6月10日至6月29日的 外資購買溫哥華物業的情況 這個數據 如果大家有留意 新聞的話 你都會聽過的 那今天我就想討論這個題目 但對於溫哥華樓市的外資參與程度 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 這麼重要的情況呢 那這個BC省政府公佈的數據就是 就是說 如果在6月10日 為什麼在6月10日開始計算起呢 因為 6月10日就是 BC省政府宣布一個新措施 就是說 所有當日開始的 所有畢業的交易轉售個案 那個買家都要填補自己 是不是加拿大公民 或者是加拿大永久居民 如果你不在上任何項目 你就是外國人士 那你請你填你的國籍 所以在6月10日開始 剛才我們就正式有一個統計數據 就顯示到 在BC省購買物業的人裡面 有多少是外國的資金來源 這個就是 我想近期來說 溫哥華樓市由去年開始 去年6月 對於今年6月 足足升了 外國的資金 這個情況 相當令人的關注 就說 到底溫哥華樓市是否過兒的時候 其中一個討論 焦點是 到底是否有外資 外國的資金 去大旺了整個 根哥華的樓市 或者BC的樓市 令到我們 本地的人 買不到樓 所以這次 這個BC省政府 就是6月10日開始 這個統計數據 就告訴我們 到底有多少人去賣樓 多少外國的資金 這次這個數據 其實也有點奇怪 為何不是6月底 而是6月29日呢 真是 可能 我自己猜測 因為 6月30日 7月1日 這些公眾假期的時間 BC省覺得 我們要盡快公佈 不要一定賺一個月底 所以就6月10日到日 29日 19日 20日 都可以做一個統計數據 盡快公佈 給省民知道這個情況 當是這麼想 實際上 我們去才知道 根據20日的交投來講 總共有1萬宗的交易 大概10148宗 中間裡面 有300多宗 涉及外國的買家 這個呢 大概只有8至3.3 左右 好像整個省 外國的資金 外資人士 外國的求職者 買入的只有3.3 所以不重要 我們再縮細範圍看看 從大溫哥能地區來劃分的話 在這20日裡面 總共5118項的交易 即地產轉售交易 在260項中 涉及外國國籍的人士 總共5百分之5的交易 都是涉及外國人士 如果用溫哥華 本市來計 即是一個市來計 有1139宗交易 有417宗是外國人士買的 即是大概有4.5% 基本上你這樣看 所以說 差不多只有5%的外資 是在幾個段時間裡面 買滿地的物業 其實溫哥華樓市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作用呢 這個就是相信 很多人都說 亦都說出來 就說 不是很信任 因為大家看到 雖然這麼多天 都不是這麼少的外資買過 應該 尤其是中國人士 有九成是中國人買的 中國國籍的人士買的 這個數據也有分地方 剛才說溫哥華市 大概有4.5%的交易 都跟外國買家有關 如果我列治民市 華人最居的地方 一個外國國籍買家的 價錢的比例 是達到14% 而本拿比大概是5% 11% 蘇利斯只有3% 那麼 再有一個統計數字的分析 就是說 如果加拿大 或者加拿大 永久居民買物業的平均 每宗家裡的平均金額 大概是73萬 而外國國籍的買家 平均每個家裡 是115萬 那就是說 外國買家來計 即是說 115萬肯定是高過 75萬是差不多 5% 如果用加拿大人來買的話 原來買的物業的價值 只是 及得上外國買家的 大概是三分之二 那有些人說法 就說我了 那就是說 這個情況是令人關注的 為什麼呢 令人關注呢 因為 他們會不會覺得 是外國買家買一些貴物業 令到物業貴了呢 但如果 換了一個角度看 我自己看 那本地買家 其實是買不起這麼貴的物業 即是不想買這麼貴的物業 又或者可以這麼說 他會不會覺得 在全省來計 我們知道 例如 外國買家來講 即是集中在 烏高雅地區 或者大溫地區 去到遠一些的地方 譬如說 喬治太子市 維多利 他們一來 那些人是主地 是本地的 在加拿大公民裡面 究竟不去購買為主 而當地物業價格 也是相當地便宜的 而為多利 這個獨立屋 可能只有70萬 如果在溫哥華 地區的話 可能是140萬 的時候 那就是 即是 同樣買一個獨立屋 即是他也是想買一個獨立屋 即是他也是想買一個獨立屋 即是3000呎的獨立屋 的時候呢 那外國買家 因為他想在溫哥華買的話 他的價錢就貴了 這個不代表他想搶貴的樓 而是當地的市價 是這樣的 這個呢 我自己會看到這個數據 當然了 其實以20日來作準 是不可以的 因為呢 實際上 不需要太急 我們可以再看很多次的數據 例如說我們看7月 8月 9月 當這個數字 越來越長的時候 這個數據 越來越統計得越清楚 如果他發現到 來到溫哥華之業的外國賣家 到底支付比例有多大 那當然 這個數據 唯一可以用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需要限制一個外國的賣家 來到溫哥華 或者BCC 製業 是為了補助本地人呢 那其實這個數據 其實是根本是 反映不到這個實際的情況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呢 因為太多因素 影響到這個數據 因為 但是剛才說 平均售價來計算 都有很多的演繹 很多推論 是沒有辦法插進去 到底誰才是準確的時候 實際上 這個數據 我覺得都是一個 只是 我們偶爾說出來的數據 實際上幫溫哥華樓市 如何去應付 就是說因為樓市刺激 而產生本地人士的心理 或者情緒 不平衡 其實是幫助不大 那麼今天星期 前途晚到這裡為止 我們下星期繼續 到另一個題目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 喝杯! 耶! 酒逢知己千杯少 在派對 和朋友開心對喝 的確是一件樂事 走了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一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歡迎各下來臨10號茶餐廳 你好 請問想點甚麼菜呢? 我們今天的special是 欣勤的適應服務 在這裏 找不到 這裏裝修很漂亮 座位又坐得舒服 一流的餐房環境 在這裏 都找不到 嘩 焗豬扒飯 肉醬意粉 封砂雞翼 真 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在這裏 更加找不到 什麼都沒有 這間什麼茶餐廳 是10號茶餐廳 小姐 那這裏究竟有些甚麼 問得好 這裏有兩位大廚 就是我肥龍 和我Akiko 每個星期 我們都會緊貼天下大局 搜羅世界各地的催民日市 還有最新潮流催世 科技薪資 和很多生活實用小貼士 總之 訊息一羅羅 保證你滿了而歸 這麼正的茶餐廳 在哪裏 只要每個星期三 上網到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就可以收聽到 肥龍 Akiko 10號茶餐廳 1clickradio 新在家國 深系香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